前挡风玻璃上 这样的话我们开车视线只用盯着正前方嘛 你就不用低下头来再看我们仪表盘 所以这一个功能的话也相对来说也比较实用 还是看个人的需求 有的客户是觉得很实用的 然后的话就是像我们仪表盘的话 CX-5仪表盘也是采用了一个炮筒式的仪表盘设计 而且的话真皮的一个方向盘 我们法国头层进口流尖皮的一个材料 我们的真皮方向盘 包括语音控制功能啊 还有我们定速巡航啊 还有我们蓝牙连接接打电话 这些都是有带的 这些都是有带的 大家看了那么久还不给小丁关注 赶紧给小丁来一波关注 没有关注小丁的点击头像来一波关注 谢谢大家 没有关注小丁的点击头像给小丁来一波关注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关注小丁一下好不好 那接着给大家跟他说 再给大家说 我们CS-5的方向盘调节是在这个位置 把它扣下来 然后的话它可以往前往下 然后往后往上往下的一个四项调节 一般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驾驶习惯来调节自己的方向盘好不好 包括就是像我们那个油箱盖的话也是在这个位置 油箱盖 钢5油箱盖是在这个位置 引擎盖的话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就是功能的话就是我像我说的它的导航系统这些的话大家都可以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手机投屏 CarPlay CarLife这些都可以直接投到显示屏哈 前排后排后背相踩 那我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油门踏板嘛 它油门踏板好那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油门踏板的话我也说到它是一个风情式的一个油门踏板对不对 风情式的一个油门踏板哈 风情式的油门踏板像我整个脚的话都是贴合在我们的油门踏板上面的 长途行车的话都是不容易疲惫的哦 都是不容易匹配的哈 刹车吗刹车在这里啊 刹车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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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像中共的一些设计的话显示屏的话 它是可以支持我们的那个导航 还有我我们的那个蓝牙 包括手机投屏功能这些都是有待的 那我调一下我的座椅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正常我开车的话 我的架子再往后一点 我调一下我的一个架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个人架子的话基本是这样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后排的一个空间 好不好